同样穿滑肩衣服,刘嘉玲和贾静文完全不同。网友,生过孩子的就是不一样。 最近刘嘉玲突然在网络上爆红了,她穿着件肩带滑落的衣服,搬脚给古天乐,结果真的是让古天乐全程不敢抗她。 手上的钻石也是让人闪瞎眼了。 刘嘉玲50多岁了,这次亮相实在隆重,穿着黑色滑肩礼服,整个身材依然无余呀。 然后给影帝古天乐颁奖,看看古天乐的表情,从头至尾都不敢抬头看,只能默默地低着头看着奖杯。 当然,对于古天乐来说,当然奖杯更吸引人了,不过估计梁朝伟在台下看到了,古先生也不敢偷描呀哈哈。 不过同样是这种肩带滑落的衣服,生了孩子的贾静雯就完全不同了,她看起来更加优雅了。 贾静雯这样坐在那里,仿佛就是仙女本仙呀不是吗?迷之微笑,真是要被征服了,这不就是当年的赵敏吗? 跟大长腿或丝咽坐在一起,感觉只露了肩膀的贾静雯还是强劲一些呀,她穿着滑肩衣服,总一种质感远远地看着,不敢靠近的感觉呀,优雅,气质,还有一种大家闺秀的感觉。 哪怕是抱着孩子,贾静雯的衣服看起来还是很端庄看着舒服,相比起贾静雯这件衣服,刘佳玲穿着就感觉开放多了,只要一个俯身,感觉就性感爆棚了。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贾静雯和刘佳玲的滑肩衣服呢?参考来源